特朗普在纽约德拉姆堡基地签署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 授权7160亿美元国防开支 在当日演讲中 特朗普告诉美军士兵 我们有7160亿美元 可以为现役、预备役、美军和国民警卫队招募新兵 同时替换掉老旧的坦克、飞机、舰船和直升机 带之以更先进的致命性装备 他还说 这是美国现代史上对我们军事力量最大的一笔投资 希望我们的军事力量未来足够强大 强大到根本无需使用它们 而一旦我们使用了 任何人都不会再有机会 特朗普说 据此前报道 这部队中俄措辞极其强硬 却有大量涉台内容 鼓励美台军事交流的2019财宁国防授权法案 只待特朗普亲自就会成为美国法律 中国外交部8月14号回应表示 中方已多次就此表明立场 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行通过 并签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 2019财宁国防授权法案 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敦促美方 摒弃冷战思维和联合博弈理念 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得实施有关涉华消极条款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 主播一可 未来网人新闻综合报道